你们看背后的照片挖了这么大的壕沟 到底是谁干的又为了什么呢 军方挖了壕沟 具体的时间是5月20日下午点 切断温哥劳路口 地点是位于于孟邦九克塔镇连接的亚洲公路 也是通往军方44师部 当时军队出动了三辆军车 约60人 带着120毫米的重型武器 保护这些军人 同时就开挖呀 你们想想之前都是人民国防军去挖断公路 怕缅甸军人过来 短短的两年之后发生了惊人的逆转 军人是屡战屡败 只能用这种方法阻挡人民攻防军前进的脚步 不仅仅是这个地方 越来越多的地方 通往仰光等大城市也被军方给切断了 这种方法能有什么根本的作用吗 这不就是掩耳盗铃自欺欺人 克舟求见吗 这背后的照片就是发生在石改省清定河东岸的人民国防军学生营 ABSDF部队和当地的民众正在一起工作 修复由飓风抹茶破坏的道路 这就是军民雨水情啊 这么困难的情况下 当地民众也是提供粮食给这些战士和当地的人民国防军 由于季风的影响和军人的破坏啊 很多地方缺少淡水 这就是当地的民众又开始挖深井 这样解决居民的用水问题 这是刚刚流出来的青帮国防军的视频 他们经过军事训练之后 逐渐成长为合格的一名军人 这是缅甸军人最害怕的 看到这样英姿煞爽的军人 矮冬瓜们晚上睡觉都睡不好了 怎么成长得这么快啊 人怎么越打越多啊 我的人越来越少啊 这可怎么办呢 云木山沢 缅甸战况缅甸军方的368步兵营和伪军100多人 连续4天烧毁了石凯省甘波鲁地区 则贡区的4个村庄 就在5月18日烧毁了米贡村14间房屋 在5月19日烧毁了苏图村20间房屋 在5月20日上午8点50分烧毁了珠牧邦村 今天5月21日上午在博尔克内村重火 目前有2000多名村民在逃离当地 恐怖的缅甸军人就在今天NUG的卫生部也宣布 军方一直对医院进行袭击或者是空袭 而没有注意国际公约日内瓦公约 就在5月17日克尼邦巴拉海镇 5月16日石凯省的烧毁村遭到了无端的空袭 由于军方一直在违反战争应遵循的道德规范 战争罪正在加速 恐怖的缅甸军人又犯下了众多的罪行 下一期战况5月19日晚10点人民国防军 PDF袭击了德林大一省的波劳镇 库卡村军人的伪军组织战斗持续了两个小时 人民国防军PDF放火烧毁了军人行政办公室 还摧毁了民兵领导人的家 人民国防军缴获了两支枪支 中午12点30分左右 恐怖的军队的增援部队赶到人民国防军不得不撤退 下一起事件5月19日早上6点左右 石改省的石改乡北部人民国防军联合部队 袭击了帕渡村的30多人的军人部队 致命人民国防军战士因为踩到了军方的地雷而阵亡 军方伤亡不祥 据悉石改省的北部至少还有八个村民在逃离战事 点电军人来了赶紧逃跑吧 下一起事件5月7日至8日 军方袭击了耶镇和丹庇扎拉镇之间的白虎营地 造成了人民国防军三名战士牺牲 另有四人受伤 克伦民族联盟KNU在孟邦耶镇北部瓦巴西恩村附近 攻击了军方的车队 人民国防军PDF和联合部队KNU和白虎营 跟军方在这附近已经发生了两天的激战 我们在持续关注最近的战况 下一起的国际事件 东盟向受风暴影响的缅甸人民提供紧急的援助 印度尼西亚外交部宣长宣布 东盟对飓风墨茶影响的缅甸人民 紧急援助今天5月21日通过客机运送 还在一份声明当中说 援助是由东盟在马来西亚和泰国的定级物资仓库准备的 额外的援助将于5月22日或23日交给印度尼西亚 它将由新加坡和泰国的军用飞机 东盟轮值主席国印度尼西亚外长说 援助交付符合2023年东盟轮值主席国印度尼西亚的承诺 以及最近东盟外长声明向缅甸提供人道主义援助 据报道上周袭击若开帮的飓风墨茶导致了400多人的死亡 昨天5月20日中国驻缅甸大使馆也向墨茶飓风受灾的群众 捐赠了价值10万元人民币的救灾物资 包括930箱挂面417盒饼干 不要诅咒为虐啊 你们看看背后的照片是什么 就是缅甸军方的企业产的啤酒啊 又被石改省的清乌镇的人民国防军给销毁了 价值不菲啊 是4亿缅元还是4千万缅元 在很多的解放区 还是发起了声势浩大的游行是非 继续的谴责缅甸军人 这就是缅甸民众的态度 这又是在石改做好事的人们 捐助了大量的河饭 这是缅甸的慈善组织可灵养光 又为这些民众提供了丰富的午餐 哎呀看到这些孩子得到了救助啊 真是让人心情比较愉悦一些 可灵养光一如既往的在支持缅甸民众 就是这些爱心人士也得到了缅甸各界人的赞许 不过缅甸军人应该是恨死他们了 这是可灵养光的创始人丁扎艾 又在亲力亲为 在灌水呢 这后面的照片就是PDF战士 他们在生活当中的照片 感受一下真实的缅甸 也看一下缅甸的自然风光 感谢大家对飞哥的支持 也感谢大家继续的点赞评论转发 让更多的人了解缅甸的真相 我们下集再见 感谢大家 感谢大家